虽然现代社会女性的地位逐步提高 男女平权一时有所普及 不过有些时候 性别偏见和歧视仍普遍存在 为了打破大众的女性刻板印象 现在越来越多的公主们 愿意展现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 在向外界宣扬女性多元价值的同时 她们也希望能够以自身的行动 来提升女性的自尊和自信 根据统计在西班牙 十万八千名武装部队成员中 女性只占了12.9% 因而西班牙国防部也希望通过 莱昂诺尔公主以身作则的方式 激励更多的女性加入部队 前段时间西班牙国防部宣布 她们的女王处莱昂诺尔 将追随父亲的脚步进入部队服役 西班牙王室特别说明的是 莱昂诺尔公主需要在三军中服役 她先在陆军服役一年 然后再前往海军服役 最后前往空军进行训练 全部训练完成之后 她将获得陆军中尉 空军中尉以及海军少尉军线 军事训练必然会消耗大量的体力和精力 为了应对高强度的训练 莱昂诺尔公主也只能提前适应这样的生活 为了能让莱昂诺尔公主 和自己的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 接下来的几周里 王室聘请了专业的教练 来给莱昂诺尔公主进行指导训练 按照西班牙媒体的透露 莱昂诺尔公主每周至少要完成三次以上 每次45分钟的跑步训练 并且她每天都将在教练的指导和监督下 完成100个复活程 除了日常训练之外 莱昂诺尔公主也在为自己的未来目标奋斗 莱昂诺尔公主从小就生活在父母的庇佑之下 没有过度的曝光 一直过着低调简单的生活 除了应付一些日常社交生活之外 她基本不会出现在公众面前 因而有部分人担心 这样娇生惯养的莱昂诺尔公主 能否应对如此严苛的训练 根据外媒的报道 贝里培六世希望军事学院能一世同仁 国王特别强调莱昂诺尔公主在训练和学习期间 莱昂诺尔公主不再享有任何特权 她将与新学院享有同等的待遇 原本进入军事学院的初衷 不仅是为了能让自己的履历增亏 毕竟西班牙君主一直都是三军荣誉总司令 因而想要服众 就必须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其实进入部队训练也是一个积极完善自我 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的过程 实际上在欧洲的君主制国家中 未来国家元首进入部队锻炼 已经成为一项硬性的潜规则 除了要完成大学课程之外 服役已经成为了储君的一项标配任务 在宣扬平权的年代 也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愿意加入部队锻炼 其中伊丽莎白二世就在二战时期做出过表率 现如今比利时的女王储伊丽莎白 也早已完成了军事训练的课程 即便是毕业了 每年到了一定的时间 伊丽莎白还会回到军事学院和同学一起参加训练 据说莱昂诺尔公主的服役生涯将在八月底开启 莱昂诺尔公主也知道自己将会面临着诸多的困难与障碍 正如伊丽莎白公主曾说过的 18岁是一个拥有着许多意义的时刻 18岁也是一个从成年过度的年纪 那些吃过的苦中会化成生活馈赠的惊喜 对于莱昂诺尔公主来说 未来的三年将是艰辛的三年 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 作为备受瞩目的王位继承人的她 也只能做到至善至美了 对于莱昂诺尔公主